来,阿姨请进 好 来,阿姨,你坐 好 这呀,就是我家 你看看,这环境怎么样 挺好的 阿姨,这你来我家做保姆呀 其实工作也挺轻松的 帮我媳妇呀,带带孩子 我平常呀,工作忙 好好 这条件呀,就按咱们之前谈好的 你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 没有啦,就这样就行了 你呀,没意见就行 阿姨,我把我家属叫出来 你们两个呀,见个面 好 小梅 小梅 石头,你回来啦 是啊 来 阿姨,你也坐 阿姨,我给你介绍一下 她呀,就是我的妻子 叫小梅 你好 阿姨,你好 小梅,这位呀,就是我给你找的保姆 保姆呀 好 阿姨,是这样的 我父母呀,都在农村老家 让他们来城里,也不是太方便 这小梅的父母呢,离我们这又比较远 这我平常呀,工作也挺忙的 所以呀,就想找个保姆呀 帮忙照顾一下家里 这以后,家里就辛苦你了 石头,我做保姆啊 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看孩子啊,你就放心吧 有你在呀,我也放心 小梅,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阿姨呀,人特别好 而且做饭呀,还特别拿手 以后,有她在家里照顾你啊 我这工作也能安心啊 是吗,那到时候啊 我可要好好尝尝阿姨的手艺 小梅,你就放心吧 我绝不会让你伤患的 那行,小梅,既然呀 阿姨也来了 你们在家先聊会儿天 我公司呀,还有点事 我先去忙了 行 阿姨,以后这家里就要辛苦你了 哎,不辛苦 你就啊,安心上班吧 那行,我先走了 你们聊 小梅,来,我想看看孩子 阿姨,这以后呀 我们俩俩就多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 你看这孩子 长得多帅呀 像他爸爸 是啊 小梅,孩子睡着了 是啊,刚睡着 你看,这宝宝多怪呀 是啊 一直都挺乖的 小梅 这是什么味啊 我看看是不是拉了 哟,就是拉了 小梅 来吧,孩子给我吧 我去给他换一样 那行 哎呀,这身上臭死了 这都一个小时了 这给宝宝洗个澡 这一个小时还没出来 这怎么回事呀 这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行 我得去看看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还打不开 这阿姨给孩子洗个澡 怎么还锁门呀 这保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阿姨 哦,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阿姨 这怎么回事呀 你给孩子洗个澡 怎么还把门翻锁了 翻锁了吗 我咋不知道呀 可能啊 刚才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带上呢 哦 原来是这样呀 是啊 现在孩子也洗好了 他有点亏了 要不 就让他睡觉吧 行 给我吧 好 哎呀 找什么保姆啊 你没看到电视上的视频 保姆捏带孩子的呀 这 小妹 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了 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 这好不容易出去逛趟街 不应该开心才对嘛 我看 你这空转手回来 是不是 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呀 不是的 石头 这孩子呢 孩子 不是有阿姨看着的吗 石头 现在我想起来 这阿姨给孩子洗澡呀 我就担心 小妹 这个孩子洗个澡 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这阿姨呀 都做了二十多年的保姆呢 你呀 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石头 你平常工作忙 在家的时间少 有些事情啊 你不知道 这阿姨给孩子洗澡呀 一去就是一个多小时 而且 这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总是把门给翻锁了 所以 我就有点担心 哎呀 小妹 我看这件事呀 是你想的多了 我看你啊 就是典型的产后焦虑症 你想一想 这自从阿姨来到咱们家 对咱们多好呀 把孩子呀 也照顾的无微不至的 她的饭菜 做的不是也挺合你口味的吗 石头 你说的这些呀 我也都知道 可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是有点担心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这自从阿姨来到咱们家 你也轻松了不少不是 跟你说不明白 反正 我这心里呀 总感觉怪怪的 行了行了 你呀 别想那么多了 对了 你不是有咱们家 卫生间备用的钥匙吗 大不了把钥匙拿出来 等下次阿姨 再去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咱们呀 打开门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 那也只能这样了 好了好了 你呀 别想那么多了 你这样刚为人母 我呀 理解你的感受 等一下 咱们两个就把钥匙 拿过来 行不行 好 你这逛街眼泪了 休息一会吧 行 小梅 你看 这孩子多可爱呀 长得多像你 这阿姨还说 他像你呢 小梅 你说 这宝宝什么时候会走呀 这整天抱着 也挺累的 这宝宝会走了 这才累呢 他要走到哪 你都得跟到哪 等他如果会走的话呀 我哪都不去了 整天呀 就跟着他屁股后面 你呀 你就嘴上会说 平时一天天的都不着家 小梅 这你也知道 这我公司呀 比较忙 你放心吧 等过段时间呀 公司不忙了 我呀 就在家里 好好陪陪你 陪陪孩子 你看看你 这抱孩子的姿势啊 都不对 来 我抱 哎 好 你慢点 小梅 孩子给我吧 还可以洗澡啊 那行 阿姨 给 给 好 这你在干什么呀 我让你拿个钥匙 你拿到没有呀 拿着呢 来 坐 石头 你看 他又把门给反锁了 还真是 这刚开始 你给我说的时候 我还有点不信 这现在想起来 这个阿姨 确实有点怪怪的 行 别说那么多了 咱们俩赶紧把门打开看看 好 宝宝 又赶洗澡了 洗完澡呀 睡觉就舒服了 宝宝 你真听话 真怪 这奶奶呀 每次看到你 就想起啊 自己刚出生的孩子 我那个孩子呀 可命令那么有福气 他呀 刚来到这个世上 看一眼就走了 宝宝 你一定要听话呀 你呀 有爸爸疼 妈妈爱 奶奶呀 希望你快快来来来的长大 这没有想到 阿姨那么命苦呀 是啊 是咱们呀 误会她了 行了 咱们别在这站着了 回去吧 走 小梅 这我呀 真没有想到 原来阿姨 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呀 是啊 她也真不容易 小梅 咱们既然 已经知道 这阿姨 为什么每次 给孩子洗澡 都洗那么长时间了 你是不是 也放心了 咱们呀 就让她 给孩子 多待一会儿 放心 这有阿姨 照顾孩子呀 我放心 阿姨现在呀 是把咱们的孩子 当成她自己的孩子了 是啊 这阿姨呀 也是个可怜的人 这真是 可怜天下 父母心 希望 天下所有的宝宝 都能健健康康的 长大成人 行了 小梅 你呀 别难过了 我知道 你现在呀 是可怜阿姨 要不这样吧 以后 咱们每个月呀 多给阿姨 发点工资 那行 这以后呀 咱们把阿姨 当成一家人对待 好啊